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伊利如瓶有限公司的利乐罐常温酸奶一期工程的生产设限 那么这条生产线在今年1月份开始投产之后 截止到今年第三季度已经实现了产值7.7亿元 常温酸奶生产线是伊利如瓶有限公司根据市场需求 去年投资2.2亿元新建的项目 复兴市了解到新产品广阔的市场前景后 决定把这一技术改造项目作为全市重点推进项目之一 协助伊利公司今年7月立项 在追加投资2.63亿元新建4条生产线 二期工程预计明年4月份可实现投产 复兴市市委市政府专门召开专题会议现场会议 推进二期常温酸奶建设项目 为打破奶油需求瓶颈特引进张五 一万二千桶油市房部场项目 同时复兴市收集整理编录了全市招商项目30多项 涵盖粮油畜牧果蔬等特色农产品产业 截至目前全市投资超千万元以上的农产品加工项目17项 总投资达27.3亿元